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武汉肺炎 在德国 德国的国家级的病毒研究中心 他已经发明首创 昨天首创出一种变异简单的检测方法 在他公布检测方法的同时 病毒的研究中心的他叫主任医师 他认为武汉的不明肺炎跟非典SARS的病毒几乎类似 他说只是形状上略有不同 那如果是形状上略有不同 但他性质本身是类似的 也就讲说非典第二代 非典2.0 如果这么讲的话 这我觉得是比较 大家听起来就比较接近 那讲这话的人是德国人 德国人向来以自己的那种精密 那种细致严谨 注射于世界的 就在他讲话的同时 在武汉死了一个69岁的老人 他是12月31号发病 15号死亡 15号死亡 他的死亡状况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跟当时非典那些死亡人的状况一样 整个器官功能衰竭 特别是肾功能 整个器官衰竭之后 人就这么死掉 那他12月31号发病之后 12月1月4号就住进了医院 所以经过了十几天的治疗 没有治疗 那这样在武汉就出现了两个 第二个死亡病例 但是很奇怪 武汉市一直强调 在2020年再也没有新病人出现 可是2020年他没有新病人出现 结果相继在台 在这个香港 在香港出现状况的人 人数却比武汉多 而且每天都有新病例 而更麻烦的 在日本出现了 昨天出现了第一例 叫什么 神奈川大概是 神奈川这个地方 这是个中国人 是武汉人 他自己呢 在三个星期前去过武汉 他应该是在武汉有自己的家人 他跟家人有接触 而家人得了这个病 他没说得这个病 家人感冒 发烧 呼吸道 出现困难 这是他表现出来 结果等他回来之后 在入境日本时 被检查出有症状 那他很典型的实例 人传人的典型的实例 在泰国出现了一例 在这个越南出现了两例 而最小的年龄只有一岁 在香港出现的最小的年龄只有十一岁 所以他表明 肺炎 所谓武汉肺炎 已经真正的人传人 而在中国社会 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国 却完全挤压 就是掩盖封锁了所有的消息 你完全不能接受说 相继在日本 还有韩国 相继在日本 韩国 泰国 跟越南 发现了新病例 而香港持续在有新的病例增加 可是武汉却没事 武汉周边也没事 谁能相信呢 而中国的体制 中国的社会环境 就让人们会有这样的定性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新闻的焦点还在中美贸易的协议上 中国一乎寻常的低调 应对美中签署的贸易协议 而在自由亚洲电台 他的采访中明确讲 美方占有了压倒性的优势 所以这是整个在协议签署一天多之后 世界各大媒体对他的评价 有些人说 没有触及到美中国的这个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一共有三条 强迫转让技术 盗窃知识产权和这个政府补贴 前两条都在这个 这第一份协议中 第三条没有 也就是说他需要大规模的 大规模的政府补贴 并没有在协议中 这是很多人认为 没有触及到结构性改革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是有他的道理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说这是在走向朱鼠年 中共灭绝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过程 人们情感的期盼 有着情感的期盼 但是呢 我个人依然强调 定数就是定数 定数就是时间是个神 那天灭中共 他的背寒就是定数在其中 人的期待 如果都按满足人的期待的话 你记住 人永远不会相信神的 人就会相信自己 他的自我的庞大 自我的感受将占据一切 其实这就是今天 精英科学 精英说法的一种表达 文章讲 什么给世界各国提供了 处理经贸摩擦的典范 被中共官媒形容双赢 但是在中国却遇到了 一个奇妙的待遇 南华早报 在协议签署八个小时之后 中文翻译才出现 国营媒体才发表赞扬的社评 但是对于具体细节 却含糊其词 如果南华早报都敢这么说的话 那就是个故事了 可是南华早报的 他的背景 被大家公认的背景 就是到现在 都被曾庆红的势力控制的 而签署协议的刘鹤 被人 现在已经被网民叫做 刘鸿章 李鸿章 刘鸿章 是这么来的 所以丧权辱国的条约 这个帽子扣在了刘鹤身上 而刘鹤 为兄弟两肋插刀 兄弟是谁 习近平 他们俩是同学 他们俩是同班同学 所以这是习近平 唯一能够信任的人 就是刘鹤了 但是呢 在签署协议的过程中 习近平又给写了一封亲笔信 让刘鹤当众念 也就是说 为兄弟两肋插刀 可是这个兄弟呢 把这个兄长呢 就当成催本 当成催本 这是我们看到的 很奇妙的一个状况 但又很真实 北京含糊其词 就有背于 完全违背于 他的那种宣传的口吻 宣传的做法 我个人的说法 就是习近平从以牙还牙 把假牙都给打碎了 全都没了 然后变成了 有一千个理由 跟这个美国不能不搞好关系 一定要维持好美国的关系 没有任何一个理由 跟美国发生冲突 也就是他牙掉了之后 没打过 算了 就这么着了 所以横 这是习近平表现出 他自己的大智慧 如果你把它叫做智慧的话 那就我个人来讲 我依然看好的是 他已经错过了时间 他已经错过了时间 也就是说 当这个时间 他再签署协议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中共国会加速亡 也不叫加速完结 我觉得 如果你说加速完结的话 就像 达基并没有加速完结掉 昼王商朝的命运 但是呢 他会给现实中的人 一种莫大的教训 让人们看到 他的败落 而给人们的教训 是让人们能够守住善良 达基的出现 也是为了让人守住善良 让后面的人 予以借鉴 而不是说 他可以左右时间 路透 北京与美国的第一阶段 签署之后 那中国承诺 大规模购买产品 说是为中国的经济的 好消息之际 那星期四 却告诫人们 不要太挑剔 为了换取美国 减少某些关税 中国承诺 在未来两年 购买2000亿美国产品和服务 那中国是第一大人口国 媒体报道是受到限制的 那相关的消息呢 在这个微博上迅速传 迅速传出之后 却退出了前十名 热门话题的前十名 也就是说 我以为微博在采取控制 它是不是前十名 微博自己在控制 那也就讲不允许人们去讨论 当习近平不允许人们去讨论 习近平又认输之后 因为他念了亲笔信 也就变成了所有的责任 在习近平身上 有人把习近平称为慈禧 那刘鹤被称为叫刘鸿章 签署了在丧权儒国 现在不叫儒国 他叫丧权儒党的协议之后 不许人们讨论 那为自己日后整个崩溃和灭亡 埋下了地雷 应该出在他自己身上 英国的卫报 北京反应极其低调 国营媒体故意淡化该消息 并展示了一种和解的调门 而美国总统欢呼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 而中共官媒却谨慎很多 那只能解释这件事情 对中共来讲 对习近平而言 是件极其丑陋的事情 习近平将协议描绘成是解决分歧的象征 一个投降了就行了 你投降了当然是解决分歧 他谈到解决分歧的象征 也就变成说 谁跟美国干 你就认输就完了 其实潜台词是这个 他讲最可笑的就是环球时报 咄咄逼人的环球时报 在协议签署之后发表的社评 第一阶段肯定让双方都有遗憾 觉得不那么痛快 恰恰是一个相对公平 必将面对的反应 这个时候争论谁输谁赢 输到哪里赢待哪里 是一种浅薄的思维方式 环球时报的老板 胡锡进是一个真正完美的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的 今天现在的这个践行者 所以人经常说臭不要脸 我说你那句话你不能说他 你要说环球时报臭不要脸 你再侮辱你自己 因为高级动物没脸 他有脸 你要说他有脸的话 所以臭不要脸还是有脸的基础上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